在这个佛母部里面 大准提佛母 他的威力很大 大准提佛母我们也知道 他有十八只手 他可以作为八大本尊之一 也可以作为副法 也可以作为副法 但是又是副法又是本尊 那本身是很少 但是他可以当为本尊 也可以当为副法 在我们这个八大本尊当中 他是比较特殊的 那么普方上师呢 他的本尊就是大准提佛母 普方上师的 他本身的本尊就是大准提佛母 他的这个咒语 他的这个咒语 Om zili zili zun ti so ha Om zili zili zun ti so ha 那么他的手印呢 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 所有的手印开始 都要结他的手印 这个印叫种词印 种词印 也就是准提佛母的印 也就是准提佛母的印 手印 那这一尊修词 能够有很大的相应的 也很多 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知道 大准提佛母是七具体佛母 什么叫做七具体 就是有七具体的如来 由大准提佛母所生 有七具体的如来 由大准提佛母所生 所以这一尊 是我们八大本尊之一